习近平主席当天还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出席并主持 由中国和联合国共同举办的南南合作援桌会 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等领导人和国际组织的负责人 总结南南合作经验共商合作发展大计 习近平主席还在会议上宣布 未来五年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 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 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 包括南非、埃及、赞比亚、巴基斯坦、马来西亚 等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 以及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等国际组织负责人出席了当天的会议 习近平在讲话中指出 中方倡议召开这次圆桌会 就是希望推动南南合作 向更高水平、更深层次发展 习近平就新时期南南合作提出四条建议 一要致力于探索多元发展道路 二要致力于促进各国发展战略对接 三要致力于实现务实发展成效 四要致力于完善全球发展架构 习近平宣布 为帮助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未来五年 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六个一百项目支持 包括一百个减贫项目 一百个农业合作项目 一百个促茂援助项目 一百个生态保护和应对气候变化项目 一百所医院和诊所 一百所学校和职业培训中心 未来五年 中国将向发展中国家提供12万个来华培训 和15万个奖学金名额 为发展中国家培养50万名职业技术人员 中国将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 并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供200万美元的现会援助 迂回各方对习近平关于南南合作的主张和倡议 纷纷表示支持 称中国宣布的一系列重大务实举措 是中方重视南南合作 支持南南合作 贡献南南合作的具体行动 贡献南南合作